又是这个熟悉的地方,熟悉的队伍 这就是佛罗伦萨移民局 又到了我一年一度来取居留的这个日子了 我前两年因为居留的事情我特别闹心 然后我发过很多吐槽抱怨的视频 而且也引起了很多生活在意大利的小伙伴的共鸣 因为每个人可能都在拿到居留的路上 经历过很多闹心的事情 因为你不知道他们的工作程序是什么样的 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都拿到居留 而且就像我们这种外出求学的人 就是很担心万一黑在这里怎么办呢 当然我们这些担心都是没有必要的 因为作为学生来讲你的居留还是很容易拿到的 因为你的证件什么的各种文件都没有问题 这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然后今年我没有焦虑是因为我已经熟悉了规则 而且确实我已经超过半年的等待 然后呢 今年我自己给移民局写了一封信 我就跟他们说我已经半年多没有拿到居留了 请你们快一点 然后他们还真的给我回信了 然后差不多又过了几天 我就收到短信 让我过来这边去取居留 所以我们生活在国外就是其实我们要了解这边的规则 如果你不了解规则的话 你必定是会被这个规则去耍的团团转 去弄得特别焦虑 所以就是你可以多问问来这边时间长的人 然后呢 向他们去取经 我呢 也将会推出我的一个付费的一个文章 或者是专辑 来帮助大家 度过就是在意大利 就是前两年特别死抓口的这个时间 帮助大家去了解规则 然后呢 希望大家在意大利生活顺利 每个人都能顺利毕业 好了 我是在意大利生活跟留学的带领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ciao ciao